海外华裔孩子学习中文 已经逐渐成为每个华人家型的教育钢区 但很多华人父母说 明明很用心的投入了孩子学习中文当中 但仍旧停留在最初的现状 反倒有些孩子越学越抵触中文学习 这其实源自于我们华人父母的一些教育方法和生活习惯 来 咱们华人父母先来听听 是不是都遇到过这些弯路 弯路一 刚学没多久 一味追求硬输书 孩子刚学习一段中文 父母一味追求孩子硬输书 碰到亲友输人就让孩子展示 用中文打招呼 被棘手古诗 不放过任何一个表现的机会 你自己认为孩子对他如流 实际上忽略了孩子的正确发音 和开口说中文的自信 而且孩子真的会非常反感 完了 图流利忽视会写 大部分华人父母认为 孩子中文说得好就等于完全掌握了中文能力 日常交流无障碍就够了 实际上我告诉你 说并不代表完全掌握 重要的是什么 会写 咱们孩子在说中文的同时 脑子里面有没有这句话完整的概念 不理解 不会写 也是徒劳无功的 弯路三 急于求生 很多家长说 为什么孩子学中文反而越来越差 买了很多中文教材 中文能力 仍旧没有提升 对于孩子的中文能力 始终急于求生 告诉你 在外语环境下 孩子说中文的能力 完全取决于 父母创造的家庭环境 所以越是着急 孩子对中文就越抵触 避免以上三个弯路 咱们怀疑孩子学中文的困难就越少 那该如何解决这些弯路呢 点赞 关注下期 我帮你解决 这里是本视频的精髓 记得截图保守